我等会随机给你们扫五个嘛 咱们看看扫上来的号是什么样的级别 什么样的实力 调研一下梦幻西游玩家的平均水平 每一个扫码商号的送1000点点卡 记售点 但是仓库号不给 行吧 什么叫做仓库号呢 大家觉得是仓库号就是仓库号 来 遗水雪山 兄弟们 梦幻西游玩家平均实力 十红吸血鬼 九红必来 八红雪 雪 雪法 九红高连 须民玄珠灵仙 法房电魂闪 召唤兽格子开了十个 隐功啊 有期值有用的宝宝 兄弟们 这个号肯定不是仓库号了 百级十段极限天地号 放下屠刀 葫芦宝贝 愤怒 230满灵项链 简易加精致 为了多了点属性 甚至打出了十一段宝石 光辉指甲葫芦宝贝 武器492 412的高商加魔力 灵式三属性 朱属性法商 这个朱属性法房属性点不对 但是三属性 齐端行为十 齐端行为十 这个号有没有6万块钱 全号啊 全号 装备加零食 再加空号的话 肯定是要超过4万的 加宝宝 我觉得第一个号6万 6万的号 6万的号 咱们不可能定义为仓库号 对吧 这个号的话 咱们没有 没有仔细算 但是概算一下 咱们梦幻西游 玩家平均水平 第一个号6万啊 好 给人家充100块钱 给号下了 咱看第二个号 155级的无底洞 人期800 没有帮派 我们怎么界定 他是不是仓库号呢 仓库号没有工程 如果有工程啊 就不属于仓库号 好 这种呢 我们可以给他定一位跑环号啊 这个也是一个啊 梦幻玩家的一个分类啊 就是好像收租老大爷一样 定期上梦幻修理收费啊 这个也不算是仓库号 应该是属于一个叫做跑环号啊 这样的话也直接 直提100啊 五开倒算不上 这个号的话 兄弟们算上155的等级 算上宝宝 给他一个3000块钱 是不是可以 平均到一个3000 第一个号6万 第二个号3000啊 再给他充100 第三个再刷任务 第四个再看一下 第四个144级金钞地府 修炼1818啊 这是一个努力上进行的 为自己未来规划好的一个超级五开号啊 这号花的估计比赚的要多多了啊 他在游戏里目前已经投入的 估计五开是赚不回来了啊 双雇伤的零事啊 总共是三雇伤 带鲨鱼 带好看的锦衣 英语水平挺好 还有一个什么 赛斯特雷 还有还有英文名字啊 英文名字 竟然不是汤姆杰克 这个也冲一版啊 这是一个五开号 这个号给他一个七千行吗 第一个号六万 第二号三千 第三个号给七千 再从一百点点卡 哇兄弟们 现在梦幻西游已经被五开支配了 被顾商支配了 被女号支配了 这个号 刚才的那个 如果是小康的话 这个都已经开始 已经进步到啊 这个高端抓鬼了 一只高级飞行家 高级驱轨 夜战必杀加连机的高端五开啊 129级女儿村 修炼还选满 这个号的话 一万五差不多吧 一万五应该下不来 应该是两万多啊 应该是两万二三差不多啊 这个号给他算两万二 目中仙的装备 四孔三十四的敏捷 他这个号两万 兄弟们稳不稳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号值钱的地方 他是不明显的 他虽然没有敏虚弥 但是他这把武器 五百伤害 三十一敏 十段宝石 这把武器很值钱 鞋子五十敏的 物中仙套很值钱 咱们不说别的 你们给鞋子开个价 这鞋子六百六六稳不稳 武器一千八百八十八稳不稳 零是两千稳不稳 衣服三十四敏 冲好了啊 鞋子有人开到了一千五啊 所以说刚才那号两万多 你看着啊 就不值钱 但是人家鞋子没打宝石 人家都卖那么多钱 武器五百伤害 三十多敏大哥 玩呢啊 兄弟们如果五开特别多的话 是不是单开也要按五开的配置去弄啊 因为他如果单开不按五开的配置弄 他组不到对啊 现在就有点了 我觉得物理系的门派好像很受五开的排斥 无论你做到什么成就 他都会 用一句话来搪测你 施法速度太慢 哦 这是一个109级 100级 10段装备的凌波城啊 武器还是一把物理系的梦想 42030级线 他达了432 爆八一定是物理系的梦想 凌波城带一公一法啊 109级的一个天地呢 有点难因为他的宝宝呢是注重攻击性的 所以说他是数 四核那种速推的啊 好最后一个号的话大概也是个2万的级别 好了那兄弟们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号是6万 后面有一个3000 然后是7000 然后是2万1啊 这个差不多2万 梦幻西游今天评测的5个号平均的号的价值呢是2万2啊 你看看自己是拖拖了后腿啊 还是领先了好几倍 好 好 好 太好了